和同事去唱歌 隔壁包厢里有人在求婚 闹得很凶 我羡慕地站在门口 幻想着如果是金融就好了 隔壁包厢门在这时打开 求婚的正是她 她担心跪在另一个女人面前 深情地看着她 女人一脸甜蜜地笑着 而我泪流满面 等了六年 她终于求婚了 但对象不是我 我喜欢了金融六年 也知道她前女友软眉的存在 我以为 她的心里是有我的位置的 毕竟当年是她先向我表白的 那是个雨天 她在食堂门口堵住我 陆瑶 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那天 她浑身湿透了 红着眼睛看着我 专注而深情 我心跳的声音和天边的雷声 交相辉映 那天 我以为上天开始眷顾我 让我的暗恋得到了回应 高兴得一夜没睡 所有人都惊讶 她会选我 软眉长年红唇卷发辣媚妆 而我正好和她相反 清汤寡水素面朝天 是所有人眼中的乖乖女 我也好奇 曾问她 静蓉 你为什么对我表白 她打着游戏头也不回地说 成全你的暗恋 原来她知道我暗恋她 是因为我恰好暗恋她 所以她才向我表白的吗 见我失落 她又揉了揉我的头 笑着说 傻瓜 因为喜欢你呀 难道我是随便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雨天软眉和她分手了 因为她爱上了别人 我没有和她确认 我相信只要我对她好 总有一天 她会全心全意地爱我 毕业后 我们住在一起 她很会照顾人 在外人看来 我们感情很好 她的同事还笑着说 我们只会虐单身狗 她家人也曾催着我们结婚 静蓉笑着说 我们都认定了对方过一生了 结婚不过是形式而已 我不再怀疑她的真心 耐心等着她 可现在 包厢里 软眉带上了钻戒 静蓉在祝福声中和她忘情的拥吻 我摁着心口 但撕裂的痛依旧汹涌而至 静蓉感情内敛 人多时牵我的手 她都会害羞 我还嘲笑过她 说她保守得像个古董 所以我从来不知道 她有这样热情奔放的一面 六年过去了 静蓉没有忘了软眉 依旧爱着她 静蓉既然不爱我 又为什么欺骗我 搓磨我的六年 我流着眼泪敲响了包厢的门 隔着一道玻璃门 我看到静蓉搂着软眉 笑得甜蜜张扬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一个月前她说要出差 去试拓展业务 要三个月才回来 我帮她收拾了行李 送她上的飞机 机场 她依依不舍地叮嘱我 月底去看她 她走后 起初我们每天都会联系 可忽然有一天 她就不再回我的消息了 我以为她忙 想着还有几天就能去见她了 就忍着没有打扰她 现在看来 我的不打扰是给她的成全 推开门 包厢内的吵闹扑面而至 所有人都朝我看来 包括静蓉和软眉 这里很多人我都认识 有她的好友 同事以及软眉 音乐不知被谁掐断 一如我此刻的思绪 我走到静蓉面前 仰头看着她 曾经 我每天都从这个角度看她 好看的夏合线 长长的睫毛 高挺的鼻子 静蓉的清俊像一缕温柔的风 能沁人心脾 静蓉 一开口 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哽咽着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关机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告诉我 静蓉垂眸看着我 好看的眉头渐渐猝了起来 她的眼里是疑惑 为什么是疑惑 是疑惑是我为什么出现 陆瑶 好巧啊 软眉挽住了静蓉的胳膊 笑盈盈对我说 今天静蓉和我求婚 你既然来了 不如一起玩吧 软眉一如从前 明媚肆意 不了 我擦了眼泪 依旧看着静蓉 我来 只是来问问我的男朋友 为什么在这里和另一个女人求婚 包厢内鸦雀无声 静蓉拦住要说话的软眉 打量着我 视线最后落在我的脸上 问道 你是谁 我是谁 眼泪落在嘴角 咸色凄苦的味道 给了我答案 你明明说 等你回来 我们去是婚纱的 我苦笑着 不过一个月 你问我是谁 静蓉眉头皱得更紧 她挽住了软眉的腰 语调里满是不悦 我女朋友在这里 你不要乱说 惹她误会 还有 我不认识你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软眉抚摸着她手上的钻戒 对我挑了挑眉 我不想分辨她是得意 还是挑衅 我去抓静蓉的衣袖 哑声告诉她 我是陆瑶啊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 你说 你要娶我的 静蓉不悦地拂开我 落在她衣袖的指尖 以面露 蕴色 抱歉 我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陆瑶是谁 我仰头看着我 隔着眼泪 我的视线模糊不清 静蓉 你怎么了 静蓉的陌生 让我无措 在进这道门前 我想过很多种 她会给我的理由 可独独没有想到 她会说不认识我 怎么能不认识呢 我指着沙发的背包 这个包 是你走前买的 你喜欢的蓝色断货了 我们一起 蹲了一夜才抢到的 她冷漠地看着我 还有 我从桌上拿起她的手机 你的朋友圈里 都是我们合影 就连手机密码 也是我的声 我输入了熟悉的数字 可手机并没有如愿打开 我急得满手心的汗 可怎么都打不开 静蓉沉着脸 从我手中 拿过手机放进口袋里 陆小姐 半个月前 我车祸造成了失忆了 忘了一些事和一些人 车祸 失忆 我吃惊地看着她 这件事我毫不知情 她抬手打断我关心的话 继续道 不过 如果我忘记的人里包括你 不正也说明了 你对我不重要 仿佛有冷水兜头淋了下来 她说失忆了 却记得她的同事 朋友和软媒 独独忘了我 所以 不管以前你和我什么关系 就到今天为止吧 她想驱逐一个 失礼的陌生人 在你那里的东西 我也不要了 你看着处理了吧 她说完 搂着软媒亲你耳语 软媒笑着瞥了我一眼 风情万种地撩着耳边的碎发 路遥 你要不留下来喝杯酒吧 都是同学别见外 我不记得我怎么离开的那里 等清醒时 已坐在了路边 一辆跑车 轰鸣着从我身边过去 我想到金荣刚创业的时候 路过停车场 她指着路边跑车 笑着说 老婆 以后我也给你买一辆 我笑着说好 公司忙 她常陪着我熬夜 时不时抬头问我饿不饿 要不要吃夜宵 总想我吃东西 我都胖了三斤了 我不满地瞪她一眼 胖了好看 她搂着我的腰 朱圆玉润更美 我喜欢 她妈撒我的面颊 在我耳边呢喃 一直做事累不累 不如我们玩点游戏 放松放松 她抱着我 满腔的浅犬爱恋 金荣 你爱我吗 这是我最喜欢 问她的问题 小做精 她捏了捏我的鼻尖 柔声道 不爱你 怎么会和你在一起 行动时 她会一遍一遍地强调 小做精 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那些话情话言犹在耳 而人却成了陌生人 一行人从我身边路过 男女结伴而行 我一眼就看到了金荣 她无论在哪里 都是最夺目的那个 金荣没有看我 牵着软煤上了路边的车 车上 我买的挂件没有了 就连我们一起贴的贴纸 也消失了 我和她的六年 正刺痛着我 可她 却那么轻松地彻底清除了 回到家 我将金荣的东西 一件一件收拾起来 放在门口 关门时 一个人出现在门外 仰头 金荣的视线 正从纸箱上一开 落在我的脸上 眼前这个人失忆了 记得所有人 却独独忘了我 他看我的目光 是陌生的 所以 从现在开始 他也是我的陌生人 我不是拖泥带水的性子 只不过在与他的爱情里 卑微而敏感罢了 这六年 软煤的存在 也像是一根刺 一直扎在我的心里 今天被拔了出来 忽然就释然了 这是你的东西 我指了指地面的纸箱 本来打算丢掉 既然你来了 就带走吧 金荣一愣 似乎在惊讶 我语气和态度的转变 但下一刻 他点了点头 那 再见吧 我看着他 平静地告别 他欲言又止 但我已不想再听 门关上 隔绝了他的视线 也将我们的六年 画上了句号 晚上 家家给我打电话 我一接通 就听他在对面 破口大骂 都什么年代了 还失忆 连他公司的保安 都记得 所以保安 对他很重要 保安是他爹 我喝了一口咖啡 苦涩的味道 在舌尖弥漫 我舒服地叹了口气 因为我睡眠不好 金荣一直不许我喝 现在尝一口 只觉得通体舒坦 我笑了起来 这些年 我和金荣相处的画面 一针一针地浮现 而后消散 工作呀 只有钱是真爱 挂了电话 打开几年 未完成的设计稿 戴上耳机 又重拾了旧爱 室内设计业内 竞争很激烈 新人入场 收入微末 还不稳定 金荣创业之初 我们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我等不及慢慢熬资历 所以跨了专业去做别的 现在我一个人 生活压力变小 我要再试试 日子过得很快 偶尔 也有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发消息问我和金荣怎么了 你看 这是软梅发的 朋友的截图里 是软梅的朋友圈 照片里 金荣穿着家居服站在灶台边 软梅配的文案是 真爱是不会被遗忘的 金荣的周到和温柔 总会让身边的人 不知不觉地依赖他 曾经的我 也是在他的关爱保护中生活着 现在没了他 也正是我必须学会长大的时候了 收拾了一番 我去一家设计公司面试 推开办公室的门 里面坐着一位年轻的男人 听到动静 他抬头看向我 对我微微一笑 陆瑶 真的是你 他笑道 学长 看见萧玉 一下子将我的记忆 拉回到七年前 萧玉大我们两届 是我们院的明星学长 关于他 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他得奖后回校 在校庆上发言的样子 脑子里只贫瘠地浮现出八个大字 清冷金贵支篮玉树 坐 萧玉亲自给我倒了咖啡 笑着说 看到你简历时 我也觉得很巧 我听老师说 你后来是他的得意门生 怎么毕业后 跨行了 我急躁 没耐心熬 我道了谢 你刚回国吗 半年前回来的 他翻着我的简历 看来 这个职位必须给你了 期待你的才华 谢谢学长给我机会 我一定努力工作 欣喜几乎将我淹没 我没料到面试这么顺利 萧玉看着我眉眼里透着笑 这一周别闲着 带一份订单闲暇琢磨 他递给我一份文件 顺手拿着了外套 我出门 需要我送你吗 新老板的邀请 我当然不能不识好歹 上了车 我的心既激动 又忍不住想八卦 因为萧玉的出色 他大三时就做了交换生去了 文国据说当时许多女生哭着送他 而那些女生中反映最大也做得最绝的人 是软梅 他甩了静荣 退学追着萧玉去了美国 软梅追着萧玉离开的时候 是个雨天 也就是那天 静荣在食堂门口问我 要不要做他的女朋友 我想知道 他后来有没有被软梅打动 和他在一起 学长 你在美国顺利吗 我试探着问他 萧玉转过来看我 挑了挑眉 想知道什么 直接问 在学校时 我和萧玉其实不算数数 只有一次校内比赛 我碰巧做了他的组员 我们交流仅有几次 现在问这个问题 有些交浅延伸了 想问软梅 萧玉忽然道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的表情 却是早有预料地轻松 不必惊讶 因为有很多人 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松了口气 没在一起 我不是会轻易被感动的人 萧玉开着车 语气平静无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居然没在一起 想到软梅 那些得意的表情 我顿时幸灾乐祸起来 静蓉 你的朱砂痣 在萧玉这里是文字写哦 笑什么 萧玉问我 我顿时心虚 生怕自己的暗戳戳的心情 被他看出来 忙摆着手道 想到上学时 一些有趣的事 一路上我心情很好 约了嘉嘉去逛街 为新工作买新衣服 顺便剪了留了几年的长发 静蓉喜欢长发 他没明说 但我按照他的喜欢 也染色烫了大波浪 现在我要做自己 只让自己高兴 提了一堆衣服 我们去了楼下 我最喜欢吃的面馆 嘉嘉喊着老板 来两碗雪菜面 加双倍压斜 小姑娘你男朋友呢 好久没看到她了 常来老板认识我 分了 我笑着吃面 老板哦了一声 然后又移了一下 我正纳闷 一抬头看到 静蓉和软眉进来了 两人牵着手 软眉一脸甜蜜 狗男女 冤家路窄 嘉嘉咬断面条 恶狠狠地瞪向静蓉 软眉也看到我们 惊喜地坐在我对面 好巧啊 你们也来吃面吗 静蓉也说这里好吃 非要带我来尝尝 软眉自说自话 静蓉坐在对面 漫不经心地玩着手机 我按着嘉嘉 不让他说话 路窑 要说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不过确实有点普通 没记忆点 软眉笑着道 我普通吗 曾经在我们院 大家曾戏称 软眉和我是红白玫瑰 喜欢我的人也并不少 他这说 不过是想激怒我而已 老板断面条来 看了一眼软眉 表情十分精彩 够了 嘉嘉拍了桌子 指着软眉 狗男女不想做人了是吧 一个装失忆 一个抢别人男朋友 居然还有脸坐我们对面 滚远点 闻着你们身上的骚味 我都要吐了 软眉脸色一变 指着嘉嘉 你再说一遍 到底谁是小三 我指着你鼻子 当然是骂你 软眉 你 软眉气红了眼 猝不及防扇了嘉嘉一耳光 嘉嘉起身要还手 却被静荣握住了手腕 静荣是男人 他用力 嘉嘉根本反抗不了 够了 他看着我 我确实失忆了 不记得你 今天我和你道歉 但软眉不是小三 让你的朋友不要胡说八道 你也不要再纠缠了 我看着静荣 四个人隔着桌子 我没说话 撑着桌子 扇了软眉衣耳光 替我朋友 还你的 趁着他们愣神 我将刚吃了两口的面条 泼在了静荣身上 碗砸过去 静荣被烫到了 松开嘉嘉的手 我指着静荣 我朋友没有胡说 我也不会再纠缠你 静荣 我不爱你了 以后请你看到我绕着走 不要上赶着找骂 静荣猛然抬头看着我 眼底有什么情绪 被他拼命压抑着 许久 他呀声道 那 最好不过 回到家已经很迟了 我没开灯 而是窝在沙发上 心里很闷 打了静荣 我并没有多痛快 曾经的他 是要面子的体面人 我也是 可今天 我们却在公众场合 大打出手 以前 这一段感情 几乎是我的全部 急着用钱的时候 我甚至去做过两份工作 日夜颠倒 但却不疲惫 为了心爱的人 辛苦是值得的 现在回头看 或许有一些恋爱脑 但在当时的心境中 我并没有怨言 可现在 他的行为 让我后悔了 一个人失忆后 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大 开了平存了很久的酒 半醉间 我删了金融的联系方式 强迫自己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吧 陆瑶 一周后 我去新公司报道 方天是家中等规模的设计公司 还很年轻 但在业内已很有名气 肖玉是三位合伙人之一 但其他两人只持股份 并不在公司任职 所以方天的老板就是肖玉 公司同事对肖玉情绪很复杂 一面觉得他过于严厉 一面又折服于他的能力 这个客户给你 第三天 肖玉就给我丢了单子 三天后我要看出稿 我压住激动 笑着道 可以 三天后给你 肖玉深看我一眼 点了点头走了 三天 对于我这个生手来说 时间很短 但这是我新的开始 我得抓住所有机会 三天后 我教图 肖玉看完后惊讶不已 难怪老师对你寄予厚望 肖玉很满意 喊了同事进来 你陪陆瑶去见客户 带他走一遍流程 我去见了客户 非常顺利地谈成了订单 刚回到公司 客户尾款就到了 陆瑶 肖玉涵 我进办公室 我还有些忐忑 他却笑盈盈道 今晚 我请大家吃饭 欢迎你加入方天 也顺便庆祝你的第一个订单 要不 我请大家 肖玉不同意 来日方长 下次你请 很久没有和这么多人聚餐 我心情又实在太好了 喝了不少酒 我一直这样 一喝酒就上头人来风 以前尽容不让我喝 但今天没他 所有我很自由地喝醉了 早晨醒来 头痛欲裂 我揉着太阳穴 一出房门就傻眼了 肖玉站在饭桌前 正在摆碗筷 看见我出来 他笑得意味深长 头很疼 先喝蜂蜜水 再吃早饭 我又退回房里 关上门 使劲回忆昨晚的事 于是就想到了一些画面 我给肖玉倒酒 我告诉她 不接受软煤是对的 我还说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路遥 肖玉在门外咳嗽了一声 我先去公司 你如果难受 可以休息一天 我闷闷地呛了一声 实在没有脸 现在见肖玉 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了 去公司 大家看见我都忍着笑 我没脸见人了 我去看现场 我提着包顿桃 在现场耗了一天 傍晚时 肖玉电话进来 还在工地吗 我顺道来 这边办事 带你回去 我想拒绝 但又觉得不礼貌 上了车 肖玉帝给我一杯奶茶 淡淡地道 在为酒后的事难为情 她总能准确猜到我在想什么 嗯 失态了 我看着窗外喝着奶茶 缓解尴尬 肖玉红灯停下来 侧目看着我 你喝醉了很不一样 但没有不得体 很可爱 我吃惊地看着她 静荣不许我喝酒 她总说喝醉了的 我太活泼了 不像我 还没有人夸过 喝醉了的我可爱 没骗你 肖玉轻笑 就是 下次不要给我点烟了 我不抽烟 还点烟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还和肖玉 促膝谈心 传授她恋爱识人的禁忌 至于点烟 小时候家里来人 我爸就会让我 给叔叔伯伯点烟 长辈都会夸我 乖巧可爱 我捂着脸哀呼一声 这下 真的没脸见人了 肖玉轻轻笑了起来 真的没事 宽心吧 连着接了两个单子 忙起来 我就将那天的失望了 肖玉也常加班 有时候 我走她还在办公室 我和家家吐槽 说她是工作狂 这可是肖玉啊 路遥 你狭隘到只能看到 她工作狂的一面吗 我吃着三明治 含混不清地说 那我应该看她哪面 看她男人的魅力啊 路遥 你就不想气死软眉吗 搞定肖玉 把软眉的脸 摁在地上摩擦 我差点被三明治噎死 肖玉提携我 我却拿她当工具 我的良心会痛 家家说我迂腐 给我下了死命令 说要让肖玉当妹夫 有人敲门 待会儿说 我挂了电话 打开门后 愣在原地 阿姨 您怎么来了 是静荣的妈妈 摇摇 阿姨好久没看见你了 今天是周末想着你 应该在家 所以就不请自来了 阿姨提了许多烧好的菜 一字排开在桌上 都是你爱吃的 你放冰箱里 热一热就能吃 她说着 看见我 吃了一半的三明治 眉头紧促 这种东西没营养 你都瘦成这样了 可得吃点好的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 提醒她 阿姨 我和静荣分手了 阿姨的脸色 立刻沉了下来 阿姨知道 是她不对 你不要听她 胡说八道 她拉着我坐下来 她车祸后 确实失忆了 忘了差不多 五六年的记忆 我们新房子 在哪儿她都不记得 我中眉眉反驳 因为静荣说 她指望了我 她去公司 还是同事发的定位 去了以后 重新认识的 阿姨碎碎念了半天 那什么软眉 反正我是看不上的 你别急 等她记忆恢复了 肯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回来吗 我摇了摇头 就算她恢复了记忆 我和她也回不去了 阿姨知道 她伤你心了 你等着 阿姨给你出气 她拨通了静荣变化 劈头盖脸骂了一通 给你二十分钟 立刻给我滚过来 她说话极快 我拦都拦不住 我以为静荣不会来 但她真的来了 而且很快 聚上一次打架后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她瘦了一些 穿着简单的白替牛仔裤 冷淡地站在门口 还不进来和摇摇道歉 阿姨揪着静荣拖进来 非要让她给我道歉 静荣静静地看着我 没开口 阿姨 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需要她的道歉 说话呀 阿姨吼道 对不起 静荣冷布丁开口 声音淡淡 带着一丝难以辨析的情绪 她不是会被人拿捏的个性 所以她听她妈的话 说了对不起 让我很意外 屋里安静下来 等我再回神 阿姨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走了 你也走吧 我打开门 也顺道告诉阿姨 我们分手了 请她不要再为我费心了 我垂着眼帘并不看她 她站在门口 视线停在墙上挂着的画框上 这幅画是我画的 画的是她 那天她过生日 我们去郊外散步 她坐在金黄的稻田间 急目远眺 我被风景以及风景中的她迷住 一时兴起 借了写生学生的工具 画下了这幅画 画一直挂在这里 以至于我早就忽略了 她的存在 忘记丢了 我去摘 一只手却越过我先一步摘下来 她擦着玻璃 声音哑了一些 能不能送给我 不要的东西 你自便吧 她轻啊了一声 那我走了 你保重 我会的 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以后老死不再往来 可没想到 第二天 我在楼下再一次见到了她 隔着很远 但我一眼认出了她 她左手插着兜 微微垂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被昏黄的灯光隔绝 她似是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我一时竟有些恍惚 想起有次我加班很晚 她也是这样靠在公司楼下等我 那天在下雪 纷纷扬扬的雪花 落了她一头的白 我点着脚给她扫着头顶的雪 她却说这样挺好 你看 我们一起白了头 当时的我扑在她怀中 哽咽着说 我不想这么快白头 我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她将我冰凉的手收进口袋里 点了点头 那我努力锻炼 永保青春 那也不行 你要和我一样的速度老才行 要是将来我老了 你还是年轻帅气 我多没有安全感 她敲了我的头 小做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样 以后我什么时候老 就由你说了算 我贴着她的胸口 感受着她的温暖 尽容尽容 没有你我怎么办啊 她搂着我 你不会没有我的 我们会永远永远在一起啊 可最后她还是放开了我 甚至忘了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告诉自己要放下 放下她 更是放了我自己 我轻松地朝她走过去 可她却仰头 看了一眼楼上 垂着头消失在黑暗中 我愣在原地 有些疑惑 直到车走远 我才回神 不禁玩耳 看来 她并不是来找我的 而是来找她丢失的 那部分记忆 那和我没有关系 只是人的本能而已 我拢了 拢衣领回了家 小玉却给我来了电话 到家了吗 刚到 学长有什么事 我离开公司的时候 她还在 现在电话里依旧能听到 她敲键盘的声音 小玉真的是工作狂啊 能帮我个忙吗 我手里两个重要的图 明早都要教 你能不能 能 不过我很奇怪 小玉做事向来周全 她怎么会一次 接两个集交的图 但我没有深想 你等我 我现在回公司 外面冷 我来接你吧 她说这话人 已经起身了 我脱口道 要不你来我家 省得多跑一趟 她停顿了一下 好 小玉来得很快 没有过多的寒暄 一张桌子两个人 屋子里只有笔发出的声音 过了很久 我揉着脖子喝水 却正碰上小玉的目光 怎么了 我问她 她的脸在荧光中微微泛红 而后摇了摇头 累了吗 起来活动活动 不累 这点活而已 我冲着她自信地挑了挑眉 她笑了起来 不知不觉到了天亮 出稿发给客户后 我让她合一在沙发小气 我也在床上秒睡 不知过了多久 我忽然惊醒 打开房门 小玉正在做早餐 十点了 客户回复了吗 我仰头看着她 满心的期待和紧张 她将牛奶递给我 笑了起来 托你的福 两份都过了 今天签和约收为款 我跳了起来 欢呼到 我就知道 我们给大双节联手 必定马到工程 她扶着我的手 牛奶泼了 路节节 她的手络 在我的手背 手心的温暖 传递着 带着酥酥麻麻的痒 我的心不可抑制 地动了一下 家家说 那是肖玉啊 是啊 这是肖玉啊 路遥 肖玉认真看着我 你和我印象中很不一样 我的脸很热 我想也一定很红 你 你印象中我是什么样子的 她声调带着回忆 清清浅浅的 像一株开在墙角的兰花 较滴滴的 需要别人保护 兰花吗 晋荣也曾这样形容过我 我的脸更热了 慌乱中我抽回手 故作无所谓 那是错觉 我其实非常活泼 而且强大有能力 其实 在离开晋荣以前 我也这样认为自己的 我需要保护 我离不开晋荣 但来了方天 和肖玉以及所有同事 一起奋战的这些日子 让我惊觉 原来我比我自己所认为的 要强大坚韧的多 嗯 你很有能力 她肯定道 我无错地回应她的夸奖 她低声 语调里是毫不掩饰的激励 一路向前莫回头 录摇同学 我的设计得奖了 同事们闹着让我请客 这次我没敢喝酒 但吃过饭去唱歌时 我还是没能抵得住热情 喝了两杯 我怕又出丑 就站在门口吹风醒酒 陆瑶 软眉从门内出来 看见我她挑了挑眉 你在等人 她穿着包臀裙 优秀地曲线张扬又性感 紧容紧随其后 穿着黑色的帽衫 又瘦了一些 视线落在我身上 动了动嘴角 又再次垂了眼帘 久远的某一块记忆清晰起来 大一那年 我第一次见到晋荣时 她正和教官三队三篮球赛 高高瘦瘦的她 虽不如教官健壮 但却十分轻盈灵活 她投进绝胜的一球时 全场响起惊叫声 而我的心也在那一刻动了 她像炽热的太阳 出现时周围所有的东西 都黯淡地失去了光彩 我明确地知道 我被她吸引着 我喜欢她 可不等我有所表示 她的身边就出现了软眉 那个在我们都灰扑扑 毫无美感的稚嫩年纪 她已经画着精致的妆容 头发染成了惹眼的红色 她像是火焰 明媚炙热 她和她每次一起出现 都会自动成为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时的我虽暗恋着金荣 可也不得不承认 她们很般配 我浅笑了一下 心中已毫无波澜 既没有当初的羡慕 也没有前些时候的愤怒和屈辱 喝了点酒 在这里吹风 我淡淡说了 这就进去了 再见 金荣又看了我一眼 往边上让了让 带我走过时 她忽然出声道 你不能喝酒 我停下来 错愕地看着她 金荣却收回了视线 看向外面 闷闷地道 我想起了一些 并不重要的记忆 而已 哦 我点了点头 祝你早日康复 陆瑶 软眉挽着金荣的胳膊 笑颜如花 我和金荣要去旅行结婚了 不办喜宴 也就不请你喝酒了 今天碰到就顺道告诉你 我的心依旧不可抑制地抽痛了一下 但随即恢复了平静 怎么出来了 萧玉来找我 手里拿着我的外套 轻轻给我披上后 才看向对面两人 软眉变了脸色 她连声音都拔高了 萧玉 你们怎么在一起 金荣的脸色 也一顺白了几分 她看着我 像是难以承受什么 摇摇欲坠 我看了一眼金荣 微微垂下眼帘 我们现在一起共事 萧玉语气无波 你们晚安 我和瑶瑶先进去了 她有意揽着我的肩 轻声问我 是不是醉了 我摇了摇头 萧玉 软眉拦在前面 质问她 你不是说 无心恋爱 现在 这是什么意思 故意让我难堪 她又指着我 还是为她报仇 来羞辱我 我皱紧了眉头 我的人生大事 不会因为谁 而故意做什么 萧玉看着我 一字一句 透着郑重 更何况 这世上 总有一个人 让我心生向往 真知爱之 她牵着我的手 绕开软眉 金荣亮呛了一下 扶住了酒台 僵硬地转过身 我没再看她的表情 注意力只在 萧玉牵着我的手上 她的手温暖而干燥 微微用力 好像生怕我会抽离 我仰头看着萧玉 她也垂眸看着我 家家说 那是萧玉啊 怎么有人会不喜欢 萧玉呢 不许喝酒了 萧玉紧了紧我的手 也 不要再伤心了 我点了点头 不伤心了 学长不是说 不要回头看吗 她的另一只手 揉了揉我的头顶 真乖 那天以后 我没再见到金荣 就连常给我打电话的 金荣妈妈 也没有再找我 她们从我的生活中 彻底消失了 偶尔 我会坐在阳台 架着画架 画上一幅 或是夕阳 或是白雪 不记得下地级长雪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 我咬着苹果 正在追剧 为了几声 对面却只有呼吸声 是谁 电话里 呼吸很重 你有什么事吗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我没有直接挂掉电话 而是多问了一句 持续的沉默 那人依旧没有说话 挂了电话 雪不知何时停了 雨思却越来越厚重 我关上窗 余光瞥见小镜上 有辆车缓缓开走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那辆车像是禁容的车 但怎么会呢 禁容和软眉结婚了 不可能再来我的楼下 我拉上窗帘继续看距 方天的规模扩大 我和肖玉越来越忙 忙起来 时间的流逝变向指尖的风 划过时 未留下半点痕迹 佳佳对我不满 说我突然变成了女强人和工作狂 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 快过年了 你们哪天放假 佳佳在微信里问我 我有七天的年假没休 所以下周我就开始放假了 你要去我家那边玩吗 我套上外套 刚刚一个客户约我去公司 只得再回去 佳佳说不去 我们去三亚玩几天好不好 我想了想觉得可以 就答应了 记忆中 好像有谁答应 要和我去三亚的 是谁呢 车突然熄火 我卡在小区的出入口 耳边忽然清晰地 响起禁容的声音 老婆 我在三亚约了中介看房 等我出差回来 我们就去看 如果合适就定下来 以后到了冬天 你就去住 这样你就不用怕冷了 我晃了神 不知是不是因为 最近一直下雨的缘故 我总会想到禁容 在我的青春里 雨天是和禁容联系着的 她第一次冲出雨幕 掀开我的伞 走进我的世界 那天就是在下雨 好冷 我开始期待三亚之行了 我整理完手中的事 就和佳佳一起去了三亚 三亚的海好美 连沙子都是绵软温柔的 佳佳在海水里抛了一天 尽管涂了防晒 依旧晒黑了几个度 一天之后 她不肯再出去了 我租得快车到了 不下海就沿海开车兜风吧 我勾着车钥匙 佳佳高兴地抱着我 路遥你太好了 以后我要嫁给你 我正笑着 忽然我们都停了下来 视线一起落在前台一位美女身上 美女前突后翘 娇媚性感 她正勾着一位帅气的年轻男人 两人很亲热 软眉 佳佳喊了一声 软眉转过脸来 看见我们 她也愣着了一下 软眉和她身边男人说了句话 朝着我们走过来 软眉的身边不是晋荣 看来 晋荣又被甩了 好巧 在三亚也能遇见 软眉似笑非笑 男友换得够快的呀 佳佳讥讽着 抢了晋荣 我以为 你们要天长日久呢 没想到一年不到 就换人了 见人就是一直见 软眉被骂 却一反常态 没有回击佳佳 她盯着我 不怀好意 陆瑶 尽容七个月前死了 软眉像是一个怀恨在心的刺客 用尽了权力 对我使出她的致命一击 而后 她露出得逞后的笑意 我心口猛的制色 大脑停止了运转 佳佳扶住了我 神 什么 我机械地反问软眉 佳佳质问道 软眉 你发什么疯 说什么胡话 她死了 软眉盯着我 勾着嘴角 你那么优秀 所有人都喜欢你 她连死都不想让你知道 舍不得你伤心 我本来还想继续帮她保密的 可谁让我们今天碰到了 这就是天意 陆瑶 她死了 你永远都见不到她了 呵 软眉骄傲地抬着头 她说的每句话 都像是一把尖刀 刺进了我的胸口 软眉要走 我拼尽了全力 抓住了她的手腕 大口呼吸着 我们不熟 你不要骗我 是不熟 我也没兴趣骗你 软眉俯开我 在你和肖玉 轻轻我我的时候 尽容正与死神 做斗争呢 她浑浑噩噩地 喊着你的名字 她有一口气的时候 就偷偷开车去看你 哪怕只是一眼 她也很高兴 嘖嘖 多深情 静蓉一直都深情 以前对我 现在对你 但是路遥 你配不上 她的深情 软眉推开我的手 满意地 打量着我的反应 而后 挽着她的新男友 扬长而去 我爹坐在沙发上 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耳边不断 循环着软眉的话 静蓉死了 好好的人 怎么会 我去了静蓉的家 她妈妈给我开的门 我喊了一声阿姨 她妈妈就抱着我哭了起来 嚎啕大哭 摇摇 静蓉她 没了 阿姨哭了很久 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当初静蓉确实出了车祸 但她住院的时候 却查出了癌症晚期 她不愿意让我和她妈妈伤心 于是告诉我们 她失忆了 那天在包间里 也是她故意设计的 她知道我在那里唱歌 所以她拜托软眉演戏给我看 不只是软眉 那天包间里有几位 和我关系不错的朋友也知道 就是因为知道 那天他们才故意表现出对我冷漠 所以那夜 失忆后的静蓉 在没有问我地址的前提下 去了我家取走了她的东西 佳佳说 这年头还有人玩失忆 太老套了 是啊 太老套了 我也不信 她知道我不信 可她却找来了软眉 她知道我对软眉耿耿于怀 看见他们相拥而吻的那一幕 我就不会再去在意失忆的真假 我见到的场面 听到的绝情的话 就已经足够让我放手了 我去了灵塔 塔内无数的方格 我一眼就看到了 属于静蓉的那间 暗红的木格边摆着一张照片 是那张她从我家拿走的照片 她坐在金黄色的田野间 微微仰着头 风掠过她的发烧 沉静而自由 她喜欢这幅画 她说的 我在灵塔前坐了很久 雪花断断续续 又忽然变成了雨点 极皱地落着形成细密的一道幕布 将灵塔与世隔绝而开 我忽然想到 好几年前也是一个雨天 那天我过生日 下班后进家门 静蓉正系着围裙 在厨房做饭 桌上摆着浅粉色的蛋糕 她回过头来 冲着我笑 去洗手 一会儿就能吃饭了 不知为何我哭了起来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着 静蓉慌了神 上来抱着我 哪里不舒服吗 你说话呢 我抱着她 买手在她胸前 没有不舒服 只是好怕你会喜欢别人 离开我 她轻笑 捏着我的鼻子 说不会的 我喜欢你 现在和以前只喜欢你 如果离开 也一定要让我知道原因好吗 好 如果离开 我们也要坦荡 我们的分开不坦荡 不磊落 甚至不体面 静蓉 你食言了 过年后 我又来看静蓉 这一次我给她 重新画了一幅画 这一次 画中的她撑着伞 站在雨中 雨目拢着她 阴晕着淡淡的薄雾 让我的面容 模糊了几分 静蓉 你在那边过得好吗 我过得还不错 没有你 以后我长大了很多 努力工作 认真生活 静蓉 纵然我们的结尾 并不愉快 但我不后悔了 那六年 我是快乐的 那些快乐的记忆 我会永远记得 就像记住你 静蓉 再见 静蓉翻外 软眉离开时 我掀开路遥的伞 伞下的她 被我吓着了 青涩的脸布满了惊讶 我问她 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知道 她喜欢我 有人告诉过我 我承认 那天的我是负气的 甚至于第二天 我就开始后悔了 我太鲁莽了 怎么能因为软眉 而去伤害 另外一个无辜的女孩呢 她那么单纯而善良 我想和她分手 告诉她真相 可每次看着她 那双清澈无辜的眼睛时 我怎么都开不了口 对不起陆瑶 我对你告白是一时冲动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就在嘴边 我试过几次 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很久以后 我突然在别人口中 听到了软眉的消息 才恍然想起来 我已经很久 没有想起软眉了 我爱上了陆瑶 那个像兰花一样 娇滴滴轻力 文弱的女孩 我想保护她 不让她经历任何风雨 让她永远干净纯净地 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可上天好像要刻意处罚 我曾经对她的戏弄 让我病了 一线癌 我不清楚 我为什么会生病 但绝望却真切地笼罩着我 我舍不得她 舍不得这个人事 舍不得所有的一切 但我更害怕 她和妈妈知道 我生病的事 会多么绝望 所以 我对她们两个人撒谎了 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妈妈不再奇怪 我为什么常去医院 吃一堆的药 陆瑶被我气走 不会因我生病而痛苦无助 可看她哭时我好难过 我的心都要碎了 她细弱的指尖 小心翼翼牵着我的衣袖 仰着头问我怎么了 那一刻 我几乎要绷不住了 可 分手的痛一定比 看着我死去的痛轻 很多很多 我忍着 竭尽了全力 可我还是会偷偷去看她 她彻夜不眠 她站在阳台发呆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深夜的街上 我想她 想抱抱她 所以跟着她 因为只有她在的地方 我的心裁是满的 街道是满的 眼里是满的 陆瑶遇到了萧玉 萧玉牵着她的手 她看向我的目光里 平静代替了不甘 我的小姑娘 她走出来了 真好 陆瑶 陆瑶 我爱你 那个开始在雨天的冲动表白 早不知消散在哪个 你笑着的晴天里 陆瑶 陆瑶 这一世遗憾不能陪你到白头 若有来世 我一定先遇见你 只爱你 陆瑶 陆瑶 祝你健康 平安和幸福 没外光 没外光 陆瑶